520過後 台股先跌再說 是怎樣 不用互盤了嗎 行情要擺爛了嗎 今天我將給你最全面的 後520行情解析 還有信賴概念股 在昨天被點名之後 有些股票像觀光 受限於兩岸的問題 反而有點呈現利多出境 可是有一個產業 卻完全不擔心兩岸局勢緊張 依然強勢表態 是誰呢 今天節目你一定要看到最後 大家好 我是李宇凱 到底是哪一個產業 哪一檔股票 完全無懼於兩岸局勢的緊張 依然強勢表態 甚至還攻上漲停板呢 今天我用一首歌來告訴你 來 陳小春 神啊 救救我吧 一個人荒料半輩子的為什麼 像這樣的股票啊 就快要倔中 你呢 又在哪兒 知道是哪一檔股票了嗎 動動腦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你看我的節目 我都會強迫你動腦 久而久之 聯想力就會成為 你在股市的超能力 來 再給你三秒 這一首歌講的是哪一檔股票 公佈答案囉 神啊 9958 誰啦 就是9958的世紀綱 沒有錯 亮燈漲停板 綠能嘛 是不是現在政府積極推動的重點產業 昨天的就職演說 我不是有幫你整理嗎 對吧 有特別提到嘛 其他要點 第二次能源轉型 就是所謂的綠能加智慧電王 其實早在總統大選之前 選前喔 去年喔 我就講過囉 很多的政策 也許三黨候選人 各自有各自的看法 唯獨綠能 這個叫做歷史和世界的共業 一定得發展 一定得發展 而且這一檔股票 我算是很早就提醒你的 早在賴總統演說前 不用520 5月8號 看這個 來 5月8號我就跟你講 世紀綱 當初有沒有 綱殺低 然後創高 站穩月線 拉回第二次回測月線 同時呢 測試成功 第一次漲停的時候 231塊 我就提醒你了 5月8號 你看一下 5月8號 中式的logo都還壓在這邊 你繼續看時間嘛 2點19分 公開跟你分享的 好不好 創高拉回 位階相對還很低 我現在都有支母 很方便 好不好 5月8號公開跟你分享的 上半年還沒過完 我直接可以告訴你 他今年賺多少 我當時就跟你講 今年賺一個股本以上 而且我直接可以告訴你 他下半年會有政府標案 你現在回頭看看 來 這個時間點去講世紀綱 我幾乎在這一波的底部 跟你預告的 對吧 這裡 這一支 我在這一天跟你做預告的 現在呢 這裡了 這裡了 從5月8號到今天 兩個禮拜不到 兩個禮拜都不到 漲幅已經接近三成 已經接近三成 為什麼我造成三成 我當然知道喔 今天中午12點20分 狂賀 世紀綱 亮燈漲停 創新高了 我們的獲利也逼近三成了 所以我知道 這裡到這裡 漲幅差不多在三成左右 那麼我們得償所願 我們的這個 這個月有個活動嘛 夜問打十個 我要集十支漲停板 自剩已經兩支了 今天世紀綱再增加一支 再增加一支 可喜可賀 可喜可賀 我跟你講 這個漲停板你可以放心 我們是有操守的 我們是要有操作到 有看到亮燈漲停才算 我不會pay你 我是不會pay你的 我知道我們很多 同業分析師 很喜歡玩這種文字遊戲 玩這種話術 這檔股票 我2020年講過 今天漲停算我的 這檔股票 我去年去參加什麼 選股比賽 我選過 今天漲停算我的 我跟你講 我沒那麼無恥 好不好 我沒那麼無恥 這種伎倆 我還不share 好不好 我就講一個最好的例子 我在上上禮拜 我不是跟你預告嗎 來 那個 富橋才對 上上上禮拜 富橋 富橋 我當時說什麼 月營收增加10% 然後年增率呢 年增率再增加將近四成 到最後營收開出來 完全驗證 你光看我這個預測的精準度 你就知道我對他有多熟了 可是我說我會等到他下個月營收公告前才會再進場 對吧 這你應該記憶猶新 結果咧 還不用等到營收公布前 反正我想說月初再買 結果咧 今天他直接亮燈漲停 可是今天富橋漲停關不關我的事 對不起 不管我的事 我曾經操作過他不代表他永遠屬於我 今天富橋漲停既然我手上沒有那就不關我的事 或者我們上個禮拜 也分享那個MACI 我說以過去的經驗來講 上漲機率百分之百 其中我們操作了一檔 自勝 因為我公開講了 我有買 會員都見證 我也有買 所以說自勝 到上週五 兩支漲停板 我們當然得算 自勝就兩支漲停 可是你知道那個什麼 有一些我們同意 無恥一點會怎麼做 無恥一點會告訴你說 這28檔我都有跟你講 所以呢 第一桶的兩支漲停也算我的 對吧 我其他人就會這樣做 第一桶確實這個很強嘛 對不對 昨天漲停今天又漲停嘛 可是我就是敢告訴你 第一桶我沒有 第一桶我沒有 這兩支漲停也不能算我的 確實MACI我有提醒 我也講過去經驗上漲機率是達到100% 如果你剛好買到第一桶 我恭喜你 可是我確實沒有買到 我就不能隨便去蹭熱度 不能隨便去算漲停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第一桶我沒有 另外一桶我有 華榮我有 溫溫漲 華榮我是有買的 因為他還是有吃到一點點 同上漲的題材嘛 至少MACI加持也不容易賠錢啦 好不好 好那 回到四季江 四季江今天亮燈漲停 目前呢 我們已經是累積了 三支 不是三支與閃標啊 是三支漲停板 到月底 還有八天 還有八天 八個交易日 距離我們的目標 十支 還有七支漲停板 對吧 七支漲停板 再賺七支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台股 昨天的520沒有出現慶祝行情 結果呢 今天又跌 今天還續跌 有沒有搞錯 有沒有搞錯 其實因為這兩天 行情這個樣子 讓很多人會開始擔心 520行情 是不是就只能走到這裡 是不是最好的到這裡 關於這一點 我一大早就發了一篇文章 表明我的看法 那我盤中還整理了很多資料 我還一次跟大家做個說明 其實本來就沒有所謂的 520慶祝行情 本來就沒有所謂的520慶祝行情 但是你不要太失望 因為現在的台股 有所謂四個樂觀 一個悲觀 聽我細細的跟你分析之後 你就知道接下來應該怎麼做了 休息一下 來直接來看 哪四個樂觀一個悲觀呢 後520行情 我們幫你列出了這些論點 第一點 面子互盤依然很重要 昨天賴總統演說越講 指數越殺越低 等到在中午左右 操盤手終於睡醒了 對吧 本來一度大跌超過150點 後來拉起來 中場上漲13點 表示面子還是要的 520當天給我下跌 這就很難看了 今天我們當然就看到新聞 是誰呢 內資急救援 因為八大公股跟投信加碼了 將近百億元 好 而且你可以這樣想 昨天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壓力測試 當作是一個壓力測試 當賴總統講話很強硬 在兩岸的立場上都很強硬 對股市造成衝擊的時候 有沒有人去救價 有沒有人會去挽救一下指數 事實證明是有的 事實證明是有的嘛 既然面子是要的 後面就不用擔心了 好嗎 來第二點 容卷加碼 持續的醞釀加空 這個我們也講一陣子了 空軍這個叫做不見棺材 不掉淚啊 不見慶祝行情 容卷開始見列欣喜 再一次的 給你用力加碼 昨天520 他照樣給你加空4700張 現在已經268500張了 現在投資朋友 如果你也是這當中的其中一員 進去放空的 我真的要提醒你 請你注意 現在的空投越開心 之後的多投會越強勁 從4月19號 台股大跌 盤中大跌1000點的那一天 到現在 已經增加了 115830張了 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 已經增加115000多張了 它的增幅是75個百分點 一個月75個百分點 我們都知道市場上有一個不變的定律 當散戶一窩蜂的往某個地方走 那個地方基本上就完蛋了 基本上就完蛋了 所以容卷 好嗎 真的就等著看吧 好不好 再來第三點 綠營執政的交接年 都是多投年 其實很簡單 我們只要回顧過去兩次 2016跟2020 只要是由民進黨執政的交接年度 都是多投年 好 那為什麼我們剛剛講說 其實沒有所謂的520慶祝行情 我們回到2020年來看 2020年在這裡 好 這樣看這樣看 這樣看喔 來 好 這樣看這樣看 好 這樣 5月大概是在 來 大概在這邊 好 我直接用口頭跟你講 因為這年度太長了 2020年的5月20號 當天台股漲47點 欸 沒有慶祝行情 對吧 當天收在10907點 接著呢 多投見回不回 見回不回 一路漲到年底的最後一天 當天年底的最後一天 就是當年度最高點 14760 一萬出頭漲到14760 上漲超過3800點 2016年也是民進黨執政 好 來 5月在這裡 5月在這裡 當天台股漲35點 欸 又沒有慶祝行情 所以誰說520當天一定要漲 對吧 今年 昨天 漲13點已經夠意思了啦 前幾年都沒有所謂 什麼大漲兩三百點 這種慶祝行情 好嗎 2016年的5月20號 台股也只漲35點喔 沒有慶祝行情喔 所以誰跟你講 520一定要當天大漲300點 才叫慶祝行情 當天台股收在8131點 8131 然後一樣 一路漲漲漲漲漲漲 當年度最高點來到12月的12號 最高9430點 漲了大概也將近1300點 漲幅15個百分點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講 520當天不是慶祝日 可是交接過後他慶祝一整年 今年有沒有機會一樣畫葫蘆 我們就繼續看囉 好不好 再往下走 AI再度成為盤面的主角 禮拜四的凌晨 輝達要公布財報 6月初還有Computex展 接下來是電子股的天下 這是沒有問題的事情 好不好 這是完全無庸置疑的一件事情 而且從今天各大AIPC個股的下跌 我就知道 行情是有在醞釀的 行情是有在醞釀的 來 你先看這個新聞 NVIDIA財報在即 外資喊到1250美元 因為大部分看AI的財報 應該都是買進優於大盤 就是樂觀的啦 市場普遍預期 揮達的財報是相當樂觀的 那就怪囉 既然這麼樂觀 為什麼沒有人敢去買 相關的概念股 是對行情沒信心 還是對回答沒信心 我跟你講兩者都有 一方面 我看到520這樣子 我對行情沒信心 那回答 我知道它也許會很好 可是因為在過去 三四月的前車之間太多了 有時候財報好 可是一公布之後 股價反而往下走 大家不敢押保 對行情沒信心 對回答也沒有信心 對財報有信心啦 可是對財報公布之後的走勢 沒信心 所以大家不敢押保 那我跟你講這也好 這也是好事 你把符合清洗一下嘛 如果最後財報開出來 真的很漂亮 慶祝行情是不是就來了 慶祝行情就來了嘛 而且你看 外資這個不是一家 含到1250美元 昨天的回答是多少錢 800多塊喔 昨天回答收盤價 800多還900多 來 反正不到1000塊好不好 這個空間多大 三層的空間啊 好嗎 來 你看一下多少家外資 1250的 1230的 1100的 最低都喊到1000塊 最低都喊到1000塊 那AI股如果一動 你還要不要抬股不動嗎 不要忘記喔 昨天剛剛公布的外銷訂單 第一句叫什麼 AI強助攻 AI強助攻 所以4月的外銷訂單是連 二紅的 來看一下 470億美元 達利年同月的第三高 基本面是好轉的喔 重點在哪裡 年增率10.8個百分點 為什麼會造就年增率拉高 因為電子產品年增22.7個百分點 現在的AI已經是台灣經濟的命脈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 回答好 AI好 AI好 台股自然就會好 好 那外銷訂單這個部分 也跟大家再複習一下 什麼叫外銷訂單 我現在接貨的訂單 那訂單代表什麼 代表我也許在未來的 兩個月 三個月 準備要出貨 我現在接單我要製造 製造之後 兩個月 三個月之後我要出貨 會轉換成所謂的營收跟獲利 所以外銷訂單叫做是先行指標 基本上4月外銷訂單是正向的 我們已經可以預期 6 7月的行情原則上 還有財報數字 應該也會是正向的 好嗎 這個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好 我們再來看最後一點 外資的態度是否再度轉向 確實我們不可諱言 昨天這個賴總統 他的發言是比較硬派的 特別是在兩岸的立場 主權的部分 還有他當中的一些用字潛詞 這個我們就不細講 你看今天各大報應該都會有一些 重點字的整理 他是一個比較硬派的發言 在主權的部分 當然你說站在外資的角度 會不會擔心 你說內資是沒得選 對不對 我內資我在台灣 我只能選擇我要投資什麼產業 但外資呢 外資不一樣嘛 我可以選擇亞洲 美洲 歐洲 亞洲我還可以挑 我可以挑新加坡 我可以挑日本 我為什麼要獨獨挑台灣 所以說台灣因為台海局勢的緊張 會讓風險的係數拉高 那風險係數的拉高 就會讓外資去猶疑說 我是不是要在台灣放這麼多的資金 所以說昨天這樣子的一番就職演說 的確會讓外資開始擔心到台海局勢的部分 其實你看很可惜 原本好不容易在4月19號過後 外資從賣超回歸到所謂大幅度的買超 你看一下從4月底這一波的買超 都是很重磅的 動輒200多億 300多億 然後100多億 200多億 到上個禮拜有400多億 這樣子的大幅度的買超 終於回籠了 開始回補了 昨天賣超65億 昨天已經開始 好像中斷了連續買超 是賣超65億的 所以如果現在又因為台海局勢 外資開始出走 我們不可諱言 這對台股確實不是好事 可是這一點 我不會認為說它一定叫做悲觀 這不能說一定叫做悲觀 應該講還有觀察的空間 畢竟一來它沒有賣很多 它只賣了65億 今天當然資訊還沒出來 我還沒有看 二來現在還不能夠完全定論 是不是是一種賣超的啟動 它也不見得連續賣超 不見得 還有也有可能它只是一個 短線上的賣超賣超個兩三天三四天 所以這個都還需要觀察 說不定外資賣個兩天又轉買超 所以說其實這個我們可以放到 未來的一到兩週 來去做密切的觀察 所以說 那好像 這個唯一的悲觀 對不對 也不存在了 前面四個樂觀 這個基本上都是確認的 有沒有面子護盤 有嘛 不然昨天不會拉下影線 融券有沒有加碼 有嘛 這個騙不了人的嘛 軋空行情是有機會 持續性的去做醞釀 再來綠營執政交接年都是多頭年 2016你看到了 2020你看到了 從交接過後一路漲到年底給你看 那AI接下來的兩大題材 回答的財報 Computex展 好不好 這些都是接踵而來的 就除了外資態度 是否可能再度轉向之外 這個我們有待觀察 可是如果說 外資真的只是一時一時賣個兩天三天 又開始回到買超的行列 表示這唯一的悲觀 也都不存在了 好嗎 如果連悲觀都不存在了 行情不就沒有問題了嗎 所以我認為 接下來其實我們是可以看到 比較樂觀的去看待台股 接下來的未來 那既然行情不會有太大的狀況 我們可能直接就可以來到 選股的問題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從所謂的信賴產業下去挑 昨天我們幫大家整理過的 比如說像半導體 如果你先台積電賺太慢 那你還是看設備廠嘛 設備廠過去跟大家分享過的紅色 今天表現也不錯 對吧 或者是旺系的部分探針卡 這些都還是可以去做留意了 依然是高檔震盪的 或者是中殺 對不對 我說過了 不論它殺到哪裡 它最後我的目標就是看到 這個地方好不好 今天也是一根長紅可以強勢表態 好 那我再透露一點 那個MSCI裡面 MSCI的小型新增股裡面 會不會有台積電設備股 會有嘛 對不對 好 那再來 我們往下看 探索太空 探索海洋 坦白講我昨天我就說了 海洋是什麼我搞不太清楚 可是我知道肯定不是講航運 現在航運 果然都開始殺對不對 其實表現都不太好 這開開玩笑 可是像太空股的部分 它確實是有開始表態的喔 看現在3491才對 森達科今天直接亮燈漲停 昨天不動今天動好不好 可是這個長度已經走很久了 或者說像華通的部分 今天表現也算還不差 萬泰科整理之後呢 今天也是創新高做一個表態 還有藥燈今天也是拉出長紅可以 而且是帶亮的 這個都算是傳統大家印象中的 所謂的低軌衛星概念股 那藥華今天續創新高 好 那簡訊也來看一下啦 來 早上10點39分 狂嚇 藥華直逼漲停 再創新高 最後沒有漲停啦 掌握領先資訊就是無敵 我們獲利已經來到43個百分點以上了 你看 多可惜 因為盤中咧 它是差點漲停 差一點點漲停板 這檔股票 我在5月13號的時候 已經跟你預告了 藥華會虧轉贏 到最後財報開出來 果然虧轉贏 那可是呢 原本我們是打算短線操作嘛 可是我在上個禮拜五 我有跟你改口喔 來 上個禮拜五的節目 跟簡訊我告訴你 狂嚇掌握領先資訊 財報資訊的藥華 大漲獲利超過三成 可是據我所得知的最新消息 五月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持股請先續報 那我說過 這篇訊息只要你加入我的LINE 我假日就在我的LINE跟你做分享 好不好 我說話算話 假日的時候 我就發給你看 來 我說狂嚇 我們掌握領先資訊的藥華 到上週五 大漲創高 獲利超過三成 據我所得知的最新消息 五月藥華產能滿載 六月初開出來的營收會更狂 所以持股請先續報 獲利有望繼續推升 原來如此對不對 原來五月也這麼好 六月開出來數字會更狂 難怪這兩天繼續漲 你有加我LINE的這個地方 有看到這封訊息的也恭喜你 有賺到錢 最後最後時間又來不及 散熱又噴出 有沒有發現自從我上個禮拜五 跟你預告AI週來臨 對不對 AI週五月時到告訴你的之後 船船走落了 航運走落了 可是黃仁勳特別點名 AI不可或缺的散熱 整個都漲翻了 對吧 快速看過啦 沒時間了 泰塑 然後萬載 立志天 廣運 你哥哥操縱 多亮燈漲停 記憶體 來不及看了 好不好 反正今天有出新聞 下半年功不應求啦 這講很久了啦 好不好 威剛 廣影 今天也都表現不錯 這些股票都有機會成為 貢獻我們漲停板的來源 好不好 我希望你現階段 行情真的沒有你所想的這麼差 好不好 我現在要及時是漲停板 我希望你也可以跟我們一起 好好的把握行情 好好的把握漲停 一樣 任何問題 歡迎你可以透過我們 0800的專線 直接拨打電話進來 或者先加入我的LINE at win16888 小小鼠 WN16888 現在我還是要幫你收起漲停板 我要讓你來得及繳稅 搶快錢大隊 任何問題 現場詢問 面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好吻明白 Komment敞